虽然中国各地有很多寺庙道观教堂清真寺等等 但无可争议的事实是 中国是全世界少有的非宗教国家 宗教在中国只在个人精神层面有作用 而不是国家层面的势力 即使在个人层面 很多中国对宗教的态度也是很功利的 正如有人半开玩笑说的那样 中国人是否去教堂 取决于教堂发不发鸡蛋 为什么中国这么特殊呢 为什么各大宗教在中国都传不开呢 要知道各大宗教并非没有在中国努力传教 历史上佛教曾经在中国非常兴盛 南北朝时期上至皇帝 中道全臣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顶礼膜拜 各地大量兴建寺庙 南朝484 多少楼台烟雨中 看那段历史 经常觉得那时的中原和全民信教的西藏很相似 伊斯兰教从中亚西亚传过来 也是势头很猛 尤其是西北一带 原本是佛教的地盘 想想敦煌壁画的内容 后来却大面积转向伊斯兰教 近代以来 以尖传力炮为后盾的基督教更是来势汹汹 要知道 基督教不仅有尖传力炮 还有巨大的文化优势 以至于李鸿章惊呼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可是折腾了一百多年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终究流于表面 乏善可陈 中国是怎么抵挡住各大宗教一次次的轮番进攻呢 有人说这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孔夫子及其儒家思想 已经占领了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 外来者无机可乘了 可是把儒家思想说成是一种宗教 很勉强 孔夫子早就有言在先 未知生 焉知死 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 此不与怪力乱神等等 也就是说 虽然儒家思想很早就成了中国的主流观念 但诸如天堂与地狱 死后的世界 造物主等等宗教观念 中国是空白的 存而不论 中国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天的概念 有空白 可外来宗教就是站不住 还有人说 原因是中国的皇帝专制制度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中国皇帝拼命垄断权力 才一次次打压宗教 所以外来宗教在中国才传不开 确实 中国朝廷在历史上多次打压宗教 有的还很残酷 这是外来宗教在中国不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这只是直接原因 而不是根本原因 如果外来宗教真正征服了中国人的心灵 皇帝也没办法 罗马帝国曾经残酷镇压基督教 但最终还是承认基督教为国教 后来有一些国王想和教皇较量一把 但都输得很惨 中国长期保持世俗社会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一个可行的思考方法 试看看那些传教成功的地方发生了什么 对比一下就能看出中国的特点是什么了 从世界主要宗教分布来看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最为广泛 基督教的传播显然是欧洲人大 航海时代以来殖民活动的结果 伊斯兰教的传播也很成功 从阿拉伯半岛出发 向西占据了整个北非 向东到达中亚 我国西北和东南亚很多地方 早期基督教从中东传到欧洲的历史 过于久远 这里暂且不论 就说说后来的历史吧 大航海以来 基督教从欧洲出发 传教士和尖传力炮 一起到全世界各处建立殖民地 所到之处 同时传播基督教 把很多地方变成了基督教的地盘 伊斯兰教产生于六世纪末七世纪初 之前阿拉伯半岛是分散的部落社会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崇拜物和神 这种信仰上的分散 正对应阿拉伯地区政治上的四分五列 伊斯兰教的核心特点是认主独一 非常强调只有一个神 也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一神教 看出来了吧 一神教正好对应政治上的统一 统一阿拉伯地区 所以伊斯兰教产生以后 随后就形成了统一的阿拉伯大帝国 这个统一的大帝国 把从北非到中东的广大地方 从政治上统一起来 当然阿拉伯帝国的统一水平和程度 和我们中国相比差得很远 没过多长时间 阿拉伯帝国就分崩离析 然后消亡了 虽然阿拉伯帝国作为一个政治体消失了 但伊斯兰教已经成为 从北非到中东广大地方的纽带和共同点 统一的信仰给政治整合打下了基础 果然后来又出现了庞大的奥斯曼帝国 伊斯兰教国家 也就是说强调认主独一 反对乱七八糟的部落神的伊斯兰教 给这个地区提供了以前没有的整合力 这个整合力虽然没能造就出 我们中国这样的坚强国家 但相比他们之前的部落状态 已经进步太多太多了 说到这里 我们就发现决定伊斯兰教传播范围的原理了 看上图 伊斯兰教从中东起源地出发 无论是向西到北非 还是向东到中亚到东南亚 他们成功传播的地方 都是原来政治整合薄弱 甚至完全没有政治整合的地方 这些地方处于很原始的部落状态 大范围的整合力很稀缺 伊斯兰教带来的统一信仰 大大提升了这些地方的整合水平 帮助他们从部落状态 演进到了国家状态 这一点在东南亚尤其明显 印尼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 地处热带 岛屿众多 地形支离破碎 天然的统一条件就很差 所以政治整合水平 长期都很低 伊斯兰教传播到这里 并没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样 用圣战的暴力方式 而是任务系无声的渐进过程 为什么这个渐进这么成功呢 为什么伊斯兰教能成功的 在遥远的东南亚扎根呢 这就是因为客观上 马来西亚和印尼正需要一个 能带来整合力的统一信仰 这同样可以解释 为什么伊斯兰教在中亚攻城掠地 甚至进入到我国西北地区 但是到此为止 撞墙了 没有往前更进一步 这就是因为我国自己的整合力非常高 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外来宗教提供的整合力 实际上在这方面 他们连做我们的学生都不够格 他们在西北地区相对成功 是因为西北地区不属于中原 整合力上恰恰是中国最薄弱的地方 这就给他们提供了传教的可乘之机 不过这里也就是他们传教的极限了 再往前 虽然中国各地都有分散的穆斯林 但作为宗教的传教 离阿拉伯地区更近的中国 却远远不如更远的东南亚地区 西方殖民者传播基督教也是同样的原理 被他们成功传教的地方 都是政治状态原始落后 整合力很弱的地方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属于伊神教 伊神教特别强调唯一的神 这正好符合需要强化整合力的客观需要 伊斯兰教现在发展很快 其实表明了一个现实 世界对整合力的需求仍然很大 包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由于他们本土宗教的衰弱 国家政治水平也停滞不前 在社会整合上缺口越来越大 这就给外来宗教提供了发展空间 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快速发展 是有内在原因的 多神的印度教基本上局限在印度 很难传播出去 原因也在于此 多神教对应的就是分裂分散的政治 印度自己都是靠英国人才实现了政治统一 显然其他地方不会对印度教有什么需要 宗教学上认为伊神教是最高级的宗教 原因就在于伊神的观念 很抽象 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 和中国因商巨变一样 也是一种文化基因突变 最早出现在犹太人和犹太教那里 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继承了这个文化基因突变 他们共同构成了伊神教的宗教系统 身为犹太人的弗洛伊德 曾经尝试想要解释这个文化基因突变 为此专门写了本书《摩西语一神教》 这个努力好像冒犯了犹太人 给弗洛伊德招来不少骂声 我们当然也无力解释这个文化基因突变 我们要说的是 中国的因商巨变和中东的伊神教 是人类历史上两大文化基因突变 这两大文化基因突变 分别提供了政治解决方案 在东方和西方大大提升了社会的政治整合水平 造就了两大政治体 当然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更高一筹 所以我们打造的政治体更坚固 更早实现了政治统一 并连绵不绝一脉相承到今天 从政治整合的角度来说 我们很早就遥遥领先了 这才是外来宗教无法在中国传开的根本原因 伊神教系统已经是除了中国以外最高级整合源泉了 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降维打击 给那些地方提供他们需要的政治整合资源 但到了中国 他们却是被降维打击的一方 中国根本不需要他们提供什么整合资源 这种资源我国特别丰富 相反 我们凭借更高的整合水平 打压起他们来 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凯探中国无宗教 希望中国人也普遍信教的人 简直莫名其妙 他们无异于让大学生去跟着小学生学习 小学生在文盲面前确实有些优势 但因此就让大学生跟着文盲一起去拜小学生为师 你们是咋想的 疫情初期曾经有个不大不小的热点 武汉一位年轻的博士 因为被传染住进了方舱医院 在方舱医院嘈杂的环境中 这位年轻人居然在专心的读一本大后书 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 他因此被称为读书歌 这个消息后来被福山知道了 福山在推特上做了回应 福山还把这本书的签名本赠送给读书歌 在方舱医院那种环境中 绝大部分人无法静下心来读书 就算读也只能读一些内容轻松的书 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本并不好读的学术书 读书歌专心致志不受环境影响的能力 确实值得敬佩 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本主题宏大的书 探讨人类社会怎样演化出政治秩序 这本书写的其实很平庸 并不精彩 福山因为提出历史终结论而报得大名 但盛名之下其实难付 后来写的一系列书 包括这本都没什么新意 还是唠唠叨叨一套 不过在唠唠叨叨的老一套中 也有个别正确的知识点 那就是关于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 正如福山在书中所说 现代人往往认为 宗教是暴力冲突 社会不协调的源泉 一些科学家更是对宗教嗤之以鼻 认为无非是一套愚昧的胡言乱语 或者说是人民的鸦片 这些看法明显缺乏历史的眼光 如果在历史的常识段中观察 就会发现宗教在人类社会中 不可替代的作用 用福山的话来说就是 宗教是凝聚社会的源泉 没有宗教 很难想象人类社会得以超越族团的层次 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人类之间因为血缘关系 会自然而然结成小群体 这个群体规模很小 从十几人到几十人 超过一百就很不容易了 人类曾经很长时间 停留在这种群体规模上 这就是原始社会 这个阶段的时间之长 以万年为单位 血缘关系之外的陌生人之间 很难发展出和维持住持久的关系 也就是行不成大规模的社会 那么人类是怎样突破这个限制 发展出成千上万 乃至更多人组成的社会呢 这就是宗教的作用 在血缘关系中 人类会很自然地形成权威 父母 长辈 就是儿童 青年人必须服从的权威 可是如果大家是陌生人 谁是权威呢 别人为什么必须服从权威呢 要知道如果没有权威 就没有秩序 也就没有人与人之间持久的关系 在大群陌生人之间 形成权威的唯一办法 就是造神 也就是造出一个超出所有人的 具有神圣力量的神 所有人都必须服从这个神 并且神在人间有代理人 巫师等等 代理人因此有了组织 管理社会的权利 造神成功了 大规模的人类社会 才能出现和形成 换句话说 宗教是人类进入大规模社会 也就是文明社会的必须阶段 这就是所有古代社会 都有宗教的原因 实际上可以说 没有宗教 就不会有人类社会 从历史的长短时段看 宗教对人类社会非常重要 其功能和作用不可替代 固然 现实中宗教往往表现为引发争斗 分裂国家 加剧混乱的结果 但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 国家已经出现之后的现象 连国家都没有 谈何分裂国家呢 而社会 国家 恰恰是因为有了宗教 才得以出现的 事实上 在世界许多地方 共同信仰 崇拜神 仍然是很多国家得以维系 不散伙的内在 深层原因 这种因果关系 平时可能不明显 但却顽强在深层发挥着作用 对很多国家来说 保护宗教 维持国民共同的信仰 仍然是必须坚持去做的事 直接关乎国家的兴亡胜衰 所以在这些国家 试图用科学取缔迷信 用无神论对抗宗教 反而是愚昧之举 这是在从根本上摧毁这些国家的根基 势必造成思想观念和政治秩序上的大混乱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立刻会联想到我们中国 中国是个无宗教国家 或者说宗教在中国的作用很小 可有可无 很多人很不满于这一点 他们认为 中国应该也有自己的宗教 无神论 很粗鄙 不像话 有人甚至认为 必须把某种宗教 基本上就是基督教 引入中国 让中国人也有宗教信仰 中国才能真正现代化 中国的伟大复兴 证明了他们的看法 是错误的和片面的 中国就是在无宗教的情况下 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 成了世界超级强国 他们所有那些认为 基督教是现代化必须要素的观念 都不成立 那么中国无宗教这事 到底是好是坏呢 实际上 顺着上述福山 关于宗教的观点 继续思考 就能明白 中国为什么会无宗教 以及中国的无宗教 其实更好更高级 福山指出 宗教是凝聚社会的源泉 那么我们中国没宗教 是怎么凝聚起来的呢 我们的祖先 是怎么摆脱血缘关系的限制 组成大规模的社会呢 想来在上古时期 我国必然也经历了造神的过程 确实没有造神这一段 无法形成权威和秩序 也就无法形成社会 在这方面 我们中国人并不例外 所以我们看到 在华夏上古文明 比如殷商时期 造神明显存在 因此 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人际 现代人觉得太残忍 太可怕 但要知道 造神这事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成的 残忍的人际 很可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直到殷商晚期为止 在造神 信神 由此凝聚社会这些方面 华夏文明和其他古文明 没有多大区别 或许有一些具体因素的不同 但基本原理是一致的 但是在殷州巨变之际 华夏文明走上了独特的道路 从此和其他文明分道扬镳 准确地说 这个过程从殷商晚期就开始了 不过真正完成 还是在代替了殷商的周潮 这个独特道路就是 中国古人把理性 人本注入了社会深层 取代了造神 从此中国社会走上了非宗教的道路 以至于到现在 中国一直都是无宗教的社会和国家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 如此奇特的文明基因突变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在这篇小文中无法展开论述 我们只需要记住 从殷州巨变开始 中国人找到了造神 宗教以外的凝聚社会的方法 那就是国家和政治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文明特别早熟 特别先进 我们观察其他社会会发现 虽然宗教是他们最深层的凝聚要素 但到了近现代 他们纷纷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 世俗化 其实就是用国家和政治 取代自古以来宗教的作用 而这件事 我们中国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潮 就基本完成了 其他国家完成世俗化以后 随之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机构 比如科层制政府 国家人民之间有了直接的联系 同样这些事 我国也早就完成了 周以后的秦 建立的国家机构 在很多方面 已经和现代国家差不多 赋税制度 征兵制度 分权制度 科层制政府 公务员制度 职业官僚制度等等 实际上 如果你放弃以往的成见 从国家机构的角度看 秦朝和后来的汉朝等等 就会惊讶地发现 中国政治出奇的早熟 其他国家 18、19世纪才掌握的建国本领 中国在公元前 就已经充分掌握了 如前所述 宗教是凝聚国家的源泉 因此在那些宗教国家 宗教组织和宗教机构 往往和政治机构合为一体 或者分庭抗礼 而中国 自从秦汉建立完善的国家制度以后 百代皆行秦治 国家就一直是最重要最强大的凝聚社会的源泉 其他社会力量都必须服从国家 国家强则社会稳定繁荣 国家弱则社会动荡混乱 所以我们毫不意外地在历史上看到 中国的朝廷多次严厉地镇压宗教势力 比如三五灭佛 也就是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涛 北周武帝宇文雍 唐武宗李延对佛教的严厉打击乃至剿灭 对其他宗教 中国国家也都有过各种形式的打压和控制 中国的无宗教 其实是历代朝廷有意识压制的结果 但是因为中国国家和政治的超前早熟 在中国无宗教不但不会造成社会不能凝聚 反而避免了宗教势力和国家争夺政治权利 维护了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可见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宗教 中国就应该也有宗教的看法 是肤浅和错误的 无异于恪舟求见 中国的无宗教不但不是落后 反而是先进 宗教在其他国家很有用 但在中国 宗教只限于满足个人的精神需求 而不被允许插手政治 掌控国家 控制社会 一言以蔽之 宗教在中国没什么大用 而这反而符合了现代化的要求 所谓现代化 就是提升理性的作用 以人为本 取代种种非理性的传统和制度 同时建立在理性和人文基础上的现代政府 取代所有的神权政府 政教合一 已经不合时宜 这些在中国早就是现实了 换句话说 文艺复兴以来 西方国家苦苦探索 想要实现的国家政治层面的 种种目标 我国早已实现 只不过很多人望自菲薄 视而不见而已 其实这才是中国近代以来 虽然一度落后 但很快就能复兴的内在原因所在 中国一度落后的 只是技术和外部具体形态 从本质和深层来说 中国一直都很领先 对 对 谢谢大家